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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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征啊 九尘 你死天下之战神又如何 我是众生心里的魔 你能杀掉众生吗 你变了 你有了执念 你不是以图谋为己任吗 你为何不直接杀了那女仙 只要她在 本座早晚能重见天日 休想 你瞒得了天下人 你瞒不过我 你已对着全天下最不该怜悯之人 起来涟漪 你 你有欲望啊 这就对了 有所值才有所成 什么三千大道全是公平 只有本君的斗 才是天斗 九尘 直灭你的本心 放了本君 除了那女子 只有你能将本君放出 只要本君破封印而出 那女子便无用了 你也能保住她了 无奈思战之神 所欲者 无非六界太平 忍者得善果 而你 为祸六界 将坠入无界魔域 不得超胜 九尘 你触不到我 因我无愧于心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 缘统有要事 求见天君 南天门守将原童 拜见天君 你若是为了原家 还是回去吧 天君已经法外开恩 你不可奢求过多 卑职此次不是为了原家 而是为了天宫 以及这六界的安危 事关重大刻不容缓 才斗胆前来求见天君 讲 卑职怀疑 那桃林灵溪 乃是魔族余念 此女经仆化先君亲自检验 卑职有证据在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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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有活气 此乃药王动法宝 你从何而来 回禀天君 此物是药王赠予神尊 一直放置于浮云殿 小仙也是偶然发现此物有不妥之处 便不敢耽搁 立刻前来禀报天君 在小仙看来 浮云殿中仙额不多 花烟和十三 在天宫已长达万年 只有那桃林灵溪 出到浮云殿不久 通知战步 把人带回来 本君要亲自审问 是 堪请天君 原同想戴罪立功 一同前往 准奏 谢天君